第36題 右途的試管倒立於水槽中 已知當時大氣壓力為76公分拱柱高 是回答下列問題 水內密度是 每立方公分13.6克 在ABC三點中哪一點的壓力最大 這需要用到老師所教的連通管原理 老師教的連通管原理叫做 相連通的同一個液體 同一個水平面上壓力必相同 我們假設這裡有個大氣壓力是P0 這邊有一段水壓是P1 這個有一個氣體壓是PC 這邊還有一個水壓是P2 那我們就發現呢 我們B點的壓力呢 就是這個同一個水平面上 所以B點壓力呢 就是我們的大氣壓力P0 那麼C的這邊壓力呢 這個左邊跟右邊 這個左邊跟右邊的壓力是一樣的 所以呢 P0就等於呢 P1加上PC 所以C點的壓力呢 就是我們的大氣壓力要減掉一段的水壓 那麼A的壓力呢 就是上面有一個P0大氣壓 這邊還有一個水壓P2 所以A的壓力呢 就是P0加上P2 因此我們就發現 B的壓力就是大氣壓力 C的壓力是要大氣壓力減一段的水壓 A的壓力是大氣壓力要加上一段的水壓 所以誰壓力最大呢 就是A最大 所以我們 題目我們說 在ABC3點中 哪一點的壓力最大 我們答案呢 選擇是A A的壓力最大 他是大氣壓力 又要再加上一段的水壓 還是ABC3點中 ABC3點中 ABC3點中 ABC3點中